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得更好 当然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第二个说到情怀的话 那比罗老师更能检验情怀和智商的就是微软了 前两天的话 Lumia 650国行版正式开卖了 售价1699 其实这个卖多少无所谓 但关键它的配置简直是令人发指 骁龙212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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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了一款全景的虚拟现实的相机 叫Omi Omi的话是有6款Hero 4 从6个方向来拍摄一个虚拟现实的东西了 然后它的售价现在没有公布 但预计是2500美元左右起售 说到Pro的话 怎么能少了Pro-6了 然后魅族的副总裁迪兰 在回应网友的问Pro-6什么时候发布的时候 就直接讲4月13号发售 发布 也就是说 骁龙223刚开了演唱会 就要又要发Pro-6了 而Pro-6的话 它很可能有那个弯掉的天线 也会有环形的闪光灯 所以说具体的表现如何 还是要拿到手之后 再来给大家做直播也好 分析也好 然后最后一条就是苏宁的消息 米兰体育报报导称 中国的苏宁张静东 想以6000万到9000万欧元之间的价格 来获取米兰20%的股份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无论是许嘉宁是马云还是说张静东 都在靠近足球 原因大家都知道 因为我们这一届的国家领导人 喜欢足球 但其实明朝末年 明喜中喜欢做木匠 所以全国木匠风行 然后有点误国了 那现在其实跟某种程度上 这种木匠风行 跟今天的足球学校大见特见 是不是也有某种神秘的联系了 对吧 然后如果下一代国家领导人喜欢木匠 是不是全国要开很多的木匠研究所啊 木匠研究院啊 木匠学校啊 木匠中心啊 这种嘛 OK 当然 只能说中国还是太官本位了吧 有时候 矫枉过正 过犹不及了 政治的东西还是不多说 不然每天风掉了 就没得跟大家讲了 好了 极简又拉风 每天一分钟 明天星期六 但还是会有一分钟 我们明晚见 拜拜